澳門機場、民航、琴舞一體化 與珠海機場聯動開發一些產品 跨境貨運 以及與金灣物流聯動的一些發展方向 其實可以歸根結尾是屬於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是屬於人流客運 另一方面是屬於物流貨運 我先講講這個人流客運這方面 的確就好像在長官上個星期的施政報告上面 都有提及到要加快開通橫琴口岸的機場 後機樓的一個業務 這屬於一個客運人流的問題 在這方面 其實合作區會在2024年第一階段裏面 這個是一個重點工作之一 其實就會在橫琴口岸裏面 設立一個後機樓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要素就是 現在橫琴和三造之間的金海大橋 在北九將來很快就會開通 換句話說 日後現在澳門的市民 如果有些航線在澳門提供不到 要在內地去珠海機場去坐的話 其實可能要進去珠海市區 鬥個圈才可以去到這個珠海機場 但金海大橋開通之後 直接可以通過在橫琴就可以上橋 15到20分鐘就可以在橫琴 去到這個珠海機場 所以在橫琴的口岸上面 去設立這個客運人流上面的這個後機樓 其實是一幾兩得的 在這個位置上面 既可以將這個澳門機場的國際航線 以及內地航線和珠海機場的這些航空服務 都延伸合作區 實現橫琴澳門珠海在交通規劃 互聯互通上面支援的一個整合 這個合機樓是會按照這個航空的服務標準 去建設 都是會方便到客人 由澳門去到珠海機場去坐機 或者珠海的客人去到澳門機場去坐機 用我們澳門的服務 這方面是客流 人流和客運這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講到跨境貨運 這方面的一個情況 其實就是合作區裏面 都謀劃怎樣去助力澳門機場 提升其的貨運能力 就會在合作區裏面 現在都在區劃著 去建設一個澳門機場的前置貨站 這方面其實都會引入內地著名的央企 一起去合作開發 用我們這些央企 它比較充足的一些國際的資源 貨運的資源這方面 去可以將我們澳門的這個空運 和珠海的這個貨運空運 聯動起來 其實也是為我們澳門這方面 打造更多的空間 這方面的補充